就像YouTube brother 第二集談到三位置信名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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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他引了一个实地经论 第五卷 牵流 不停的在 身注意灭 就一直在这里 牵流牵流 那你这个就是 你刹那刹那的身面 跟你的这个个体 这个暴体 它会产生什么 它会产生 有一个断断续续的什么 接触 一个断断续续的接触 好像我们的思维 有人说 我晚上有写报告 比较有效果 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 那你不安静的时候 你的身心在干嘛 在什么 像跑马灯一样 是不是 现在是 發生什么事 这就是一直在牵流 可是你 没有太注意它的时候 你不感觉 它对你有什么苦 或者是热 是不是 就是一直在行而已 相续牵流 这个命行一直在牵流 那如果你静下来的时候 好比我早上4点钟 醒来 然后一起来打坐 然后呢手机忘记关 铛铛一个简讯 你人就 就这样跳起来 那是什么 那让我也很痛苦 是不是 非常痛苦的是什么 你本来是 很平静的 像一个止水一样 然后一个什么 音波震动的时候呢 我的耳根 跟我的耳 这个 耳是产生什么 撞击 它就是一个撞击 然后你从那个很平静的 接受到一个 音波的时候呢 这种就是一个接触 一个撞击 你就会突然间这样子震动一下 这种就是接触 当这种接触发生的时候 一定会有什么 苦受 然后会想起来把那个 手机摔到地上去 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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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什么 身转时 身不是整个身体拿起来转 不是哦 就是你的这个暴体 你的意识 内在的这个意识 跟你的六根 跟你的形式 它会互相 会有这个接触 它会有这个震动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力量 会有力量 当别人不一定会让你 对你产生什么力量 当你的内心感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力道会非常大 所以别人对你怎么样 也许不会 当你自己感觉到 伤心难过的时候呢 会让你一个人倒下去 是不是 甚至于死亡 这种就是什么 力 你的心念从什么 平静 到你接受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的时候 你的转变的时候 那就会让你身心整个什么 会急速的 进入到一个情境是无法承受的 那个力就可以感觉到什么 太苦了 太苦了 太苦怎么办 舍吧 放下吧 不能承受就放下吧 另外一个呢 那会让你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这里下一段 他说不静 每个人都有 阴影实力行色真损固 实为便利 室内污秽 有话好好讲 室内污秽 购污不静 显现于外 故云不静 以真损固 即是无常 不静都是我们每个人会有的 我们是靠什么 饮食 还有什么 阳光空气水 不阳光空气水那是植物 以饮食力 行色真损 如果今天 今天都没有吃饭 假如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饮食 人就会什么 会有点脱水的情况 行色真损 但是吃下去之后呢 也很麻烦 他消化从身脏呢 变成什么 熟脏里面的东西了 身脏就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 新鲜的水果 蔬菜 饭食 进去里面 再开始胃里面 经过胃酸啊 这样搅和搅和搅和 那都还是生的 还很干净 他可以滋养我们 变成什么 血 养分 维他命等等 但是呢 经过消化之后呢 变成什么 代谢物 水呢 到肾脏去 然后呢 这些食物残渣 就变成什么 到小肠利用完毕 到大肠里面去 就变成 肮脏的东西 就到手脏里面去 下面的消化道就是手脏 然后就变成便利了 所以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什么 不干净的 自己摸摸自己的手脏 有没有一堆大便 显现于外 不云不静 显现于外 怎么会看到呢 排解出来看得到 还有呢 你假如三天不洗澡 你会不会看到什么 摔一摔变仙丹 是不是 才怪 这么好笑 以真损固 即是无常 真损 人的身体 他就是滋养了 有真 消化不良了 他肚子就损了 这是无常 所以这些现实啊 真的是太残酷了 看得实在是 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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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总而言之都是什么 苦 都是无常 是苦 可是我们还是很自得其乐 活得很自在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没有感觉吗 没有燕灵吗 有啊 相当厌你啊 那怎么办 杀死自己吗 不是 舍 可是你还不能死啊 又不能死 不能死 你要善用他 借这个假来修什么 修真嘛 所以不要做那个污秽的人 人 要用这个假的肉情 他还倒数即使能活多久 要把他赶快拿来什么 这个废物利用 利用 要赶快利用哦 否则呢 这个 就失效了 过期了 另外呢 前面讲的这三种 全部都是 他这里还有一个不安文 他这个描写的很细 但是对我们是很残酷的一件事 他说 一不护诸恶力 恨妖兽等 妖兽就是 一个人他不能这个 不得善终啊 生命还没有过半 就死掉了 而且有的时候还是什么 恨死的 恨死的 这个钥匙巾里面有什么 九种恨死 对不对 哇 现在恨死的人太多了 是不是 外在的染污环境里面 那个因缘忌讳 真的谁也没办法预料到 所以这个不安稳啊 你的命能保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所以要很把握时间啊 因为恶力很多 恶力 这是内在的哦 为什么会把不安稳放在内在呢 刚才不是说是外在的原因 会让我们短命吧 为什么 比如说外面出了一个车祸 是外在的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跟我们有关系 万一啦 跟我们内在的这个阴子 种子 他有一个恨死的 种子 这个车子本来车祸跟我没关系 那我们内在种子有一个是恨死的因缘 这个车子呢 他撞来撞去 撞了以后呢 把门撞坏 他冲到家里面来 就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从上面掉下一个飞机也说不定 那是什么 从内在感召的 没有任何人有把握 no guarantee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把握 除非你今天有修有证说 我真的都是在一身行善 没有真的做任何坏事 有哪一个人敢这样拍胸膨说 我是好人 百分之百的纯善 百分之百的 有没有 没有 没有一直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是不安稳的啊 那即使让你长寿呢 是不是大家都活得很快乐 就是三苦三受一定有的嘛 对不对 而且你慢慢呢 活得更老的时候呢 他就伴随什么 病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糟糕 现在除了这个内的不安稳以外 他还有外在的败坏 以世界成立 成必灭故 有东西成 他一定会算坏 世间有什么东西他是不坏的 科技有没有发达到什么东西 他是不可能坏的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有可能一定会坏掉 好 这是外在的外报 不久住者此句依无我 不久住 无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不久住无我 他这里说 知生衣主 无有定力 这个衣主就是我们这个 外在的这个身体 他没有定力 他说属于五家非处住 不定我所 从这个地方反显什么 我无 来反显我无 原来这个我 他不是真正一直可以常在的 不久住 那反显无我 没有关系 等下看到的时候再来解 反显无我 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呢 他是不可靠的 这个外在的存在也不可靠 这个外在的存在也不可靠 好 我们先往下 好 刚才是呢 据这个事实来看 后面呢 他有巨翼 有五巨 以苦等事官共显无常 说刹那生灭 非从前济身 非向后济去 非于现在住 后面这四个说何者是无常 然无常有两种 一个是少时 短暂 即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 少时 不要以为人生百年很长喔 不要以为我们活到一百岁是很长喔 如果今天天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 他们的早上 看见人间的人 哇哇哇哇生出来 到他们的晚上的时候 这个人死掉了 就是这样子 那他再看 哇 他会不会看到这个人长得很漂亮 这个人是当总统 他看不见 因为那个过程对他来说很短暂 就像我们看不见什么 蚂蚁的生死 是不是 我们也看不见臭水沟里面的区区啊 什么这些小虫 如果你仔细去放大镜 然后再监视他一直拍摄他的 生跟死的时候 你会说哦 那这个也是太无常了吧 短暂嘛 是不是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要一直说我人生如何 我的一生如何如何 有的时候就是英雄气短啊 有的时候就是英雄气短啊 这么好笑 至心不成十无常 为三世原生 三世不是过去生 今生跟未来世不是哦 他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 这个三个刹那 当我讲这个现在的时候 已经变成过去了 对不对 那未来呢 未来就是现在 现在又不能现在 所以他就是自信不成 哎 有本事你把现在抓住看看 抓不住 所以不成实行 哎呀这个真的太悲哀了 非从前继生过去已灭 非向后继去 现在即灭 无容从现转至未来 你根本就看不见怎么样是从现在转到未来的 每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我发现 哎 怎么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啊 现在常常越来越感受越强烈 哎那不是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 原来算一算已经二十年了 都来不及注意耶 他就过去了 所以非于现在住者念念牵械 求其住向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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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存档 就是有那种感觉 来不及存档他就过去了 好 这种叫做什么 三四千灭 求生等向皆不可得 求生等向皆不可得 这种就叫做切灭 也就是你的秘形 好 这些都是真实的 那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有谁能够救我们 菩萨说 下一个段落 这个就是下一段 有没有得救呢 没得救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下一段实距呢 他就是在观察 再确认一下 有关词法 这个词法就是刚刚的那个十种无常 再去看这十种无常呢 很明显的就看到什么 没有救了 然后这些里面展现的是什么 告诉你什么叫做生老病死 这里面所说的就是这些 说即前无常 今又观之不出 生老病死如四方三来 无逃必处无能救者 就好像四面都是大山 就这样子一直慢慢靠进来 越来越近了 还有多久 还有多久 都可以倒数计时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这个四方的三 什么时候会把你夹死 不一定 别有九句 第一句就是这个无救 没救 第二个是无一 那无一开始这里面 有四个段落都叫做什么 死 无一与忧与悲 还有这个苦恼同住 这四个都叫做死 死 他说出世曰时已显无救 快死了 说此相显故所以鲜明 就是这些相 死亡的这个相 是最明显的鲜明 十相现前的时候 那还有多久 半年 半年太长了 因为要等很久 等很久 那个死亡的 面对死亡的心是越来越痛苦 那干脆三个月好了 一个礼拜就死掉了 但是又不是 他还一直跟你讲 现在医药都很发达 现在怎么样 把那个癌细胞啊 通通都给他挖掉 然后呢 还有很好的药可以化疗 放射线照射怎么样 那这样子处理一下呢 能够多久 大概五年吧 五年都是处在什么 身体是不完整的情况耶 是不是 五年喔 这五年里面胃不见了 肠子一大截不见了 大便从什么肚子里面挖一个洞 肚子外面挖一个洞 就这样子 什么样的癌都有 这个就是死亡未至的时候呢 你要求谁 他说无所依告 你要去跟谁报告 快点接我走吧 所以有时候说 人得到癌症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 去治疗才弄死的 因为你本来不开刀 他包起来 他没有发现嘛 当你把它切开之后呢 正常的细胞范围也要挖掉耶 是不是 挖到什么 30公分 是不是 前面后面 牵涉到的全部都挖掉 接着什么 静脉 这一个埋管 滴滴滴滴滴 化疗 就是化学药物 进去杀死癌细胞 顺便 把好的细胞一起给你什么 80万 您可错杀一万 不可放过 一个 就是像这样 像这样抓那个乱党一样 这样子去抓 结果这样一聊下来 人已经就是 差不多已经死了 那这种情况呢 你也没办法去投诉 天啊 为什么让我这样子 无所依告 另就不治 能不能让他 不要到来呢 可是一方面又在想 我这样活的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让他赶快死吧 是不是 又不行 因为医药太发达了 五年之后又复发的时候 转到哪里 转到肝 再来切把肝也切了 肝切了以后呢 又找人来什么 亲人里面筛选看看 有没有人可以移植 把他的肝也挖一半来 再给你补上 就有两个不全的人了 人生就是这样 现在又有人造的 可以人造的喔 还可以3D列印 印一个什么 印一个胃啊 就这样子 什么东西的 语忧 说无常济世 无常已经到来了 无人救者异地俱死 所以怀忧 那为什么会怕死呢 因为你习惯这个环境 跟你的身体 你也不知道死到底是什么样子 听说 死亡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对不对 听说 佛经里也写得很清楚 就开始会担心啊 还有担心什么 担心死了以后去哪里啊 是不是 担心你要离开什么亲人啊 离开你一生当中奋斗的所有的什么 钱财事业啊 所以怀忧 预备者 所声音转换 开启你的身体就越来越来 颜耳鼻舌身 这些还有什么 色身相畏畜 这些什么 慢慢都越来越坏了 然后死相就现前了 你们看过死相吗 有没有 有去帮人家注念的 或者亲人有过世了 还有一些在弥流状态 还有一些癌症末期 其实你去看他的脸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死相 他的五官开始已经扭曲 然后气力也是狡化武器没力的 那这个人的神事就不清了 这个情况 死相现前 可是还没有真正死 所以说 与此中间迷争替事 一直心里就在想 哎呀快死了快死了 就很哀伤嘛 对不对 自己也很哀伤 亲人也很哀伤 是不是 然后接着就什么 苦恼同住 苦跟恼都在一起 要面临的就是什么 震舍受食四大分散 四大地水火风 全部都会解散掉 在于五根苦恼似中 其力虚弱 更以忧悲水足 则忧苦转真心生热闹 这个过程是相当相当的痛苦 舍受 舍受的时候 这些都是死 死向现前 这里面他说 死呢 会坚什么 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 那这个在人生当中 他就是太多的苦了 除了刚才那个三种苦以外 他还有八苦 八苦交间 说生回 生在这个轮回六道里面呢 他所受的这八种苦 每个人都会碰到的 第一种生苦 就是我们从受胎 我们的神士呢 一拖到这个母胎的时候呢 在母亲的腹中呢 这个宅意不尽 妈妈的肚子里面 进入到这个子宫 很小耶 很小一个 非常狭窄 不得自在 然后这个种子呢 这个神士拖到父母遗体 就是父经母血的时候呢 四种子随母气息出入 母亲呼吸你才能够生存 母亲如果呼吸困难的时候呢 这个是 是什么情况 你也好像缺氧的情况 不得自在 然后增长呢 说在母亲的腹中 经过十个月 内热兼足 热不热啊 每个人的平均体温是什么 37度 你闷在一个 这个身体里面可能还更热 是不是 他没有窗户的啊 没有空调 就闷在那个37度里面 闷十个月 你们都闷过的 然后就像尖啊 煮啊 煎了半天 煎成一个什么 娃娃 身形渐成 然后住在身脏之下 刚讲了 这个 身脏的下面 手脏之上 然后夹在里面呢 就像什么 夹山地狱一样 初胎 初胎 当你出生的时候呢 生产的环境 有空调 冷风进来了 一下子 又有热风吹 就这个 这个娃娃呢 她就突然间感觉到 又有冷风又有热风吹到身上 就出来了 从产道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这个接生的医生呢 她就拿了一个什么 毛巾 那个毛巾最好是比较优一点的 比较嫩一点的 像舒节那样的东西来接比较好 否则呢很痛耶 她说这个娃娃的身体皮肤非常的柔嫩 被什么 被衣服一包裹啊 刺痛的不得了 为什么人生下来她要哭呢 为什么 她不想生吗 还是觉得她父母亲不够庄严 不是都不是 因为身体很痛 因为包裹她身体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不一定 不一定嘛 就不一定嘛 谁知道你出生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环境 是不是 对不对 还有人在飞机上面生产耶 是不是 那条件越差那种包裹的东西就越 越不一定了 说如被勿赐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真正你要遭遇的是什么 种类 她说人品有富贵贫贱 相貌有残缺严丑等 哇 出生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拿镜子给你照 所以小孩子应该也刚开始不会看到 但是会看到谁呢 一定是先抱给妈妈 爸爸这样看 然后他就会看到了 原来我的父母亲是这个样子 那要高兴还是要哭呢 不知道 老苦 他说见真未从少至壮 从壮至衰 气力 气力 气力引少动脂不宁 坏灭 为胜去衰来 这个太大了 胜去衰来精神浩弱 其命日处见智朽患 这是老的一个情况 到病呢 生病 四大不条 四大不条你们有感受过吗 疾病交功如地大不条 举身沉重 有没有爬楼梯爬不上来 有没有 那不是因为人很胖 那是地大 地大 为什么人会地大呢 有可能啦 脂肪太多啦 这是有可能 那我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动呢 是因为有火 就是能量 我人再胖再重 他都可以走 可是人到快气力衰退 这个火没有了 这个地就很大 人很虚弱的时候 身体就越来越重 走路的时候像什么 披在身上好几斤的棉被 好几十斤的棉被一样 然后风大不条 你们有没有吃这个 这个冷的冰的东西之后 肚子鼓起来了 有没有 消耗不良 鼓起来了 鼓起来的时候就很僵硬 有没有 他说 举身倔强 举身倔强 肚子胀人就这样 然后就要走来走去 让他什么消气 然后水大不调 举身肿胖 有些人他就是做久了以后 下肢他会水肿 有些人呢 这个上呼吸道有时候感染 他也会什么 肺水肿 有时候肠胃里面也会很湿 湿热 所以这个水大 就是肿胖 火大不调举身真热 这是身体的毛病 任何的病都是这四种因素 然后还有心病 心坏苦恼忧怯悲哀悲哀 平常我们比较容易感到什么 生病 有些人心里有病 但是他不太知道 但是修行人比较会知道 有这个苦恼悲怯的悲哀 但是修行人比较容易放下 或者是转移 转移自己的心病 到后面呢 病苦过后呢 还有死苦 有这个两种原因 刚刚讲过 有病死的 因疾病受尽而死 那就没办法了 就是身体真的 还有呢 受尽 你的寿命到的真正 该终了的 而死 这是生命结束 慢慢慢慢心里都还有准备 可是如果是遇到外缘造成的 或遇二缘或遭水火等难 而死的 这个是食苦里面 比较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 就是你心里没有准备 你的寿命也还没有到终了 突然之间掉到水里 突然之间什么 粉尘 砰 这样子 一爆 全部的身体 几度的灼伤这样子 或者坐在飞机里面 砰 突然间这样子就死掉了 这种恨死的外缘呢 他有时候这个王者的神势 他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等到他知道的时候呢 他的身体坏掉 那个时候呢 他是非常挣扎 这种死苦呢 特别难受 就是突然间死掉了 意外 然后看见的是什么 诶 什么 我的亲人都在围着我的身体啊 你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 你摇他们 他们也不听 你打他们 他们也看不见你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你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你自己一个人而已 就是这个中阴的状态 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七期的佛事 就是这个中阴的期间啊 他已经离开身体了 但是又还没有到另外一个身体 成型的过程 这个神势 他就是七天 一直一直在那里转 转转转转 所以这种心病啊 不是这个外缘呢 这个难死的 还有呢 他说爱别离苦 为常左亲爱之人 乖为与善 不得共住 爱别离 这个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啦 什么情况下跟爱人 有亲有爱的人 会分散呢 饶死 他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外交环境不得已 还有怨真会 跟怨愁争恶之人 本求远离而返极续 怨真会 爱别离比较苦 还是怨真会比较苦 你讲爱别离比较苦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 争过哪一个人 你不知道你跟讨厌的人在一起 是什么情况 但是你知道你离开你 很相亲相爱的父母啊 亲人啊 或者是师父啊 你觉得很辛苦 如果你的人生里面有曾经过 跟哪个人有过节 非常非常不能原谅他 恨不得跟他什么 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 又偏偏每天都要面对他的时候 那就真的生不如死 求不得 这个也很难受 为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着 爱乐者求之而不能得 不能得的东西太多啦 对不对 我们要什么 要长寿 要富贵 要康宁 还要好眷属 还有什么善终 这些都是什么 你求又常常求不得的 很苦吧 还有五音圣 色受想行事 音就是覆盖的意思 它会覆盖我们的真性 不令显发 可是平常我们都是靠什么 色受想行事在存活 去了知 对不对 可是真正你依托到他的时候 你的什么真性 他就不能用了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你要假这个行命存活 这个生存条件呢 变成你修行的障碍 你习惯用什么大脑 用眼睛 然后受想行事 眼耳鼻舌生意 可是这个用习惯之后呢 佛性 就是人性用惯以后佛性显不出来 这就是人 这个跟修行最大的抗拒 修行最大的障碍是谁 自己嘛 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要舍的是什么 眼耳鼻舌生 我们依靠的色身相畏处罚 色受想行事 要忍的是什么 忍受你自己嘛 那往往这些呢 他又常常都跟这个什么 生老病死等重苦聚集 所以叫做什么 五婴至圣 说这个死苦啊 什么情况呢 前面讲说 未至至少及死 及掌皆归死门 每个人都是最后走到死 依其上缓假言未至 临风为主何所依平 就像那个风在吹那个蜡烛 快洗快洗快洗这样 故文书云生死有味 菩萨当何所依 静明达 静明就是唯摩结晶 他说菩萨于生死未中 当依如来功德之力 菩萨怎么存呢 菩萨要依如来功德之力 凡夫无耻故无所依 死时将临名为季智 无常经说云和宝行命 不觉死来清 到死相现前的时候 这个是刚刚的那些过程 死相现前的时候 什么叫做死相 诸事昏昧 六腑空虚 你的五脏六腑通通都是什么 慢慢它的功能上失了 衰竭了 你也不觉得你肚子饿什么都没有了 余息奄奄心魂悄悄 或随夜报中阴现前 中阴开始现前了 这一期的生命要到下一期的生命 开始有另外一个中阴出现了 内侍跟外身 皆有死相 阴转死相集约中间 南向死门故多气势 死相现前但是很难走向死亡 为什么因为在震舍受的时候 还有很多痛苦 说震舍命时封刀截停 故曰分散 弃绝神是明舍命时故无常经 说命根弃欲尽 枝结西分离 众苦与死聚此时徒叹恨 两目俱翻上使刀随夜下 异想病猖狂无能相救济 五根疑苦不能安排 将前悠悲随足余苦 真心热闹 这就是死相现前的时候 那整个人的身体就像什么 有刀在给你分割 好像分尸一样 又不能抗拒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说苦恼同住 即使与心相应也 此名死人但与幽悲苦恼同住 六弟这个菩萨说 时时分离迷于贪念心胸烦闷为仇 替世之皆为叹 在五根明苦 五根都还存在 在异地为忧 忧苦转多为恼 直观于死自有实意 不死者于显难处无有之良 死就像什么 你在很困难很危险的地方 但是没有任何的之良 没有人救你 去处悬远 你要去的地方你不知道 但是觉得很远 没有人陪伴你 昼夜常行不知边际 一直在那里走走走走 不晓得要走到哪里去 白天跟晚上都是一样 不知边际 深邃幽暗无有灯明 就像在深山的幽谷里面 一直在那里走看不到灯 路无门户 看到有一个处所 但是没有门 没有窗 不晓得怎么进去 虽无痛恕不可疗治 一直觉得自己有病有病有病 那是什么 一带病死亡的情况之下呢 摸不到自己到底是哪里有受伤 但是呢 不可疗治 亡无遮止 道不得托 无所破坏 见者仇毒 无所破坏 就是说你 假如有人看见你那个样子 他也很害怕 这个人快死 虽然你没有很难看 虽非恶色令人 而令人不 是在身边不可觉知 死了以后呢 你站在别人的旁边 他不知道你在他旁边 就是亲人过世之后 你不晓得你的亲人 其实就在你旁边 那怎么办 能不能救啊 到死亡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可以救你 每个人呢 不一定死亡的情况都这样 有人可以修行到什么 无疾而终 是不是 有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如路禅定 是不是 所以这个功夫呢 他要靠累积啦 要靠什么 靠菩萨 靠神明 靠什么 靠上帝 不可靠 所以这个功夫要下 就要平常多下一个道功夫 准备什么 有一天我们面对什么 老必死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 就照着我们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 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 扶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收看生命电视台 扶持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 拿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 朴素众生的好的节目 动画联系剧 请更好的法师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 可以买更好的配备 制作更好的 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 苦度众生 所以各位多关心 我扶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发普及心 起正空信 修大悲心 发普及心 起正空信 修大悲心 中文化基金 旅行 尊雇 全中文化基金 钢 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举办的是 开光跟这个安神的仪式 那所谓的安神也好 这个开光是十分的重要 那我们会我们叫金刚上师 叫多吉露本金刚上师 会修这个引擎本尊的这个仪式 引擎一些智慧尊 然后呢一些的智慧尊的一些的宝物 种在这个佛像里面 代表呢就是我们所打造的佛像 跟引擎的智慧尊变为无为无别 一体的等于就是真实的零化生大师 安住在我们这个场地 或者是这个寺庙里面 所以这个安神之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零化生大师 安住在这里 那这个举办仪式 今年十一月份 海盗师傅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安神的这个仪式 或者是庄障的这个仪式 因此我们这次就是 十万个这个大乐连思 会顺便庄障跟这个安神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安神跟价值的部分 多次是比较好的 越多越有广大的价值力 跟带来一些的幸福 与这个殊胜的这个价值 那这些都是 各位大德门的永远的这个护子 以及海盗师傅 还有大东 玛丽西亚那边的 各种这个功德族 里面的这样的这个护子 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 或者是圆满的这个成果 那我个人也是 非常的感谢 不管是海外来的 台湾来的 或者新加坡 香港 玛丽西亚各地来的这个 法友们里面这样的这个护子 所以因此这个重障 这个圆满了之后 就是最希望能够可以带来 很多的幸福跟快乐 然后能够可以世界这个和平 众生离苦得乐 感谢大家 吉祥身上的有福众生 空行环绕的坛城中央 有缘众生 皆往清净岔土 共受连师不共法门的无上甘露 我们跟你们都是一定有过去的一个非常深的这个佛法的缘 假如没有缘 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札吉拉 你应该不会到你们来到这边 我们不同的一个国家 生长 生长在不同的一个国家 能够可以聚在这里 我们一定是有过去的一个非常深的因缘 跟这个缘 才可以来到这边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 也是讲这个因缘所缘起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 一定是有因缘缘起 非常深 可以聚在这边 不像是海狼 如果这个海狼不一定 有的时候会陷这个海狼 有的时候会陷这个海狼 但是呢 有这个因缘方面呢 它有种这个因 一定会形成这个缘起 所以我们都是 我认为觉得是有非常深的这个因缘 那有了这个因缘之后 我们聚在这里 那今天就是中葬跟这个 所谓的安神的这个仪式 那我更希望各位大德们 在这里很虔诚的许愿 我们大家一个发愿 这个愿力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我们讲的是因缘所缘起 所以这个发个这个愿 愿能够我们来世 也可以能相间在一起 能够一切都是顺利 能够得到究竟的这个安乐 那希望各位大德们 也如此这样的发愿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所谓的联式的宫殿的部分 那应该是各位大德们 也非常的清楚 应该不必有特别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在这边呢 莲花圣大师的 莲花的这个法座 开始就这个撞上了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这个撞上的这个竹木 也是已经撞上去了 然后呢十万个这个大乐连丝 也是要开始这个已经 一部分已经撞上去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 透过了这样的撞上跟 安神的这个价值 希望能够变为一个非常殊胜的 一个礼佛的这个对境 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佛像 应该是有多次的这个开关 跟以示是十分的这个重要 那这个就是变为我们的一个 殊胜的这个价值 或者是我们礼佛的这个对境 那装脏完了之后呢 所有的这个三宝 或者是佛田 都是我们种这个福田的 不管是绕塔 或者是礼佛 都有无量的这个功德 可以能消除自己的业障 以为自己的心想可以能支撑 所以这些是一个十分的这个重要 所以这些是一个十分的这个重要 每个人都节目以估设 求婚传iction 请责iere 神灵